时代论坛每周社评 2014年11月30日 第1422期的时代论坛 社评的标题是 雨傘后的教会伸风 831人大落集方案 928特区政府的87枚催泪弹 他们对香港社会影响深远 其实远远不止于触发了持续两个月的雨傘运动 以及重遇于旺角街头的那股催泪气味 我们谴责暴力 呼吁克制 更深思根源问题和深远影响 一方面 本地政治生态会如何披变呢? 炊炎附势 常识混乱 以分化档管制 漠视民间诉求 凡是权贵说了算 还自我感觉良好 这些会不会成为日后本地政治生态的常态 并且蔓延去到其他的生活空间呢? 民间社会又应该怎样去应对 保护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呢? 而另一方面 在占领区展现出的雨傘新世代气质 会为未来的香港社会带来什么改变呢? 雨傘新世代来临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全社会都在学习 思考下一步 怎样做怎样走 今世风俗 并非教会群体所追随 但是群体成员的生活和见证空间 是难以和社会脱离的 雨傘运动由起初至今 有信徒牧者参与人道照顾和牧养 也有走在运动的前线 而今期报道了多项关乎雨傘运动的教内活动 就反映了事态对教会群体的冲击和启迪 这些活动方向重点不一 时机也不一定精准高明 它总是试图在这个困局之中展现信仰价值 值得留意的是活动不都是由现在的教会建制所主吹 有更多是个别信徒教目所自发 无分掌有 这种运作形态也是贴近雨傘新世代 那份忘记背后化整为零 互联机动 涉而不舍这些特质 更加进的是一份关乎团契守望的精神 即使高调表达意见和忧虑 认见彼此尊重 而这份的尊重 它是源于大家看重自己同属教会 互为肢体 教会群体未来的领导和发展 或者都要在这里是领悟到身风的所在 在831和928以后 官民之间的习能不能够重开 肯在乎当权者有没有具体的行动 但要切掉人心之间的习 民间社会可以做的仍然是不少的 在寒暗的未来 面对黑暗的威吓和分化 要坚持警醒 亦要互相守望 不要让血肉和心灵的暴力 将社会拉向深渊 走过黑暗 要相如以末 更加要靠上主的光照前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